剛才Raymond說到有報告 新加坡,不是香港 有很多殭屍的工作 就是Zombie Company 究竟什麼是Zombie Company 因為報告有很多資料 譬如舉例 他有說現在有530間工作 做過調查 其實也不少 因為530間,以香港的數量 香港只有幾千間 根據官方的定義 因為新加坡有530間做過調查 我相信也有代表性 這個報告就說 23%的公司去年算是可以 有正研金流 有27%甚至是厲害 令到我們未來幾年發展 很多錢 但是他有24%是沒有收入的 即是有很多數字 但究竟哪個數字去到什麼位 是代表他是Zombie Company 那些公司 就好像沒有一個很嚴格 或者一個很明確的 解釋 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我 真的沒有一個很… 也沒有一個機構 或者一個報告去很嚴謹地 去定義 何謂Zombie Company 如果你說一間公司 完全沒有operation 我們叫做Dorman 就不是Zombie 沒錯 完全是停頓狀態 不用再交那些商業註冊 什麼都不用是商業註冊 交什麼Annual Report 那些就不用了 我覺得那些一定是Zombie 甚至乎已經是接近死亡 很嚴格一定是 制度上是Zombie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他還存活的 有Founders 那些團隊繼續做事 那何謂Zombie 那就真的很難去拿捏 那你說沒有收入是不是 其實沒有收入 在初創來說 尤其是最早期的那些很正常 我還在賺產品 我還在賺產品 我暫時未去到go to market 那些是健康的 那些是健康的 可能 甚至乎有些很大的 即大小小的 這些start up 不說名字 那可能那個business model 都是 國內尤其 有些可能是 你要為了traction 你是在銷錢的 你賺不到錢 可能有evenue 可能有evenue 有evenue 但是你賺不到錢的 那些未必是Zombie 但是你說零收入是Zombie 我覺得就未必是一定 所以這個定義是有難度 去給一個point 這個就是Zombie 這個就不是Zombie 所以他在說 尤其是之前也有提過 其實當政府很主導性 很支持這種年輕人 很多人的創業 或者是一些business model的創新 商業模式的創新的時候 那很多人願意去試 那一定會出現到這個現象 明白 我也有聽過其他的說法 譬如有一本 Peter Steele寫的那本 我忘了這個名字了 好像是Founders at Work 那本書 Founders at Work 那他提出了一個概念 其實也不僅是他 很多升級的entrepreneurs 都說 Startup的定義 就等於growth 即是說 如果你有growth 就是Startup No matter 你賺不賺錢 最重要是 可能你的user base 有growth 可能你的rich and influence 有growth 可能你的conversion 有growth 什麼的數字都好 總之就是快速增長 我們不是要穩步上升 不要穩步上升的 就不是Startup 高速增長才是Startup 這個看法你又同不同意呢 這個Startup這個字 究竟什麼時候出現呢 我都沒有什麼稽考過 追索不歷史 如果你說有一個這樣的定義 可能在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盤古初開Startup這個字的由來 我不完全同意的 尤其是現在 我想Startup這個字 是更加被人廣泛地去 去覆蓋所有的創業 連的定義 我們也要顛覆 Startup的定義轉後 當然 如果你說Startup 就是等於高速增長 其實我相信有 我不知道多少成 可能一半以上 現在我們叫Startup 都不是Startup 都不是Startup 如果我把它翻譯 譬如叫做創業 可能英文應該用entrepreneurship 比較接近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Startup 等同於創業 可能更加不夠 因為創業 如果你放進中文裡 任何東西 做一個business 我做agency 都是創業 如果放進去 是要高速增長的 很多業務 都未必做到 對於某些人 所以我覺得 很難去定義 尤其是 如果Startup 是等於快速增長 跟傳統的 我創業 我創業希望有錢 有賺錢 有 revenue 而不是說 我要快速成長 就算沒有收入 我都要有 traction 其實中間也有少許矛盾 明白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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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